自渡之后再转香整寂苦海众生 至心发愿 积累功德善本 虽然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勤奋精进的修行 但往生却是弹指一挥尖的事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享受那无穷无极的快乐 彻底清除生死痛苦的根本恶因 再没有苦恼忧愁的纠染 能够使寿命长达千万劫 自在神通 一切所行所一心所欲 因而你们应当精进修行 一如既往的努力实现 往生极乐世界这一愿望 不要怀疑 不要反悔 以免自己错过时机 造成罪业 以致往生时 却到了那极乐世界的 天地之国 在怀疑佛制的众生 聚集的七宝城中 在五百年的时间内 都见不到佛法僧三宝 听不见诸经佛法 承受诸多的不幸过患 弥勒菩萨听到这里 说道 如今听了佛明确的教会 我等众人 一定会专心修行 精进学习 按佛的教导 诚心奉行 不该有半点疑惑 佛告诉弥勒菩萨说 你们能在这个 五拙恶事之中 端正自己的心意 不做种种恶业 堪称为大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十方诸佛世界之中 善多恶少 容易接受开导教会 唯有这个五恶充 充满的苏婆世界 是苦最多的 我现在这个世界做佛 教化众生 欲使他们舍弃五恶 五痛 五烧 降服他们的狮迷之心 让他们持守武善 获得福德 这五分别是指什么呢 第一 这世界的众生 一心专做种种恶事 以强凌弱 更强者又欺凌强者 这样辗转相欺 残害杀伤 弱肉强食 不知行善 以后 必定受到各种惩罚 遭受相应火爆 因而就有贫穷乞丐 有的无儿无女或无富少女 有龙子 虾子 痒巴 痴呆 有的遗失 有的残废 有的烟狂 这全都是因为前世不信佛 不行善 不积德 所受到的应有惩罚 但这世界中 也有人尊贵 有人富饶 有人贤民 有人受众人尊敬 有人智勇双全 有人福贵双聚 这也是由于他们前世慈悲孝识 修善积德的结果 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有这种可以见到的丑恶 因而在寿终之后 便会在冥界转身投胎 纯过色身 根据其作恶的轻重 改变原来的形象 在六道中轮回 沉沦在更低的层次当中 因而便有地狱 禽兽 飞银 爬虫之类 好比世间的法律一样 对于不同的罪业 便会有不同的判法 有的关在牢狱之中 饱受极形的痛苦 神识随着业力的运转 不断奔赴于地狱 恶鬼和畜生三恶道中 不管他的寿命短长 总是如影随形 交相报长 夜报未尽 真不会分离 这些业力 使它辗转往返于恶道之中 经过众多漫长的时间 也很难得到解脱 苦不堪言 英国定律 是宇宙运行的最基本的法则 即使在短时间内 不能见到这种报应 但这报应 总有相聚的时候 第二 这世间的众生 不遵守法律和制度 奢侈淫论 娇恨放纵 放情纵欲 居于上层的众生 不能贤明 在位 却不能正己之身 诬陷冤枉他人 陷害忠良 口是心非 投机取巧 虚伪 且诡计多端 那些身处高位的人 卑贱的人 以及其他各类人等 都是尔鱼我诈 称惠鱼痴 总想损人利己 占更多的便宜 为着利 害 胜 富 互相算计 结下怨恨 转而化为仇 直至最终家破人亡 丝毫不顾忌 前后报名 那些富有的人 千令贪息 不肯失与他人 爱欲坚固 贪心深重 劳生苦心 就这样 一直到死 而所有的财物 又不会随他而去 但善恶过福 这相应业力 却追随着他的生生世世 这业力 使他在三善道中享乐 或使他陷入三恶道中煎熬 再有 有的人 见人行善 不但不学习 还要憎恶 诽谤别人 常怀悼心 总是算计别人的财物 供自己享用 享用完了 再次去盗取 这当然逃不出 业力的业力的牵引 最终会将这人 引入恶道之中 使他承受三途恶道的 无量苦 辗转其中 苦不堪言 难有出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 这苏托世界的众生 由于相互之间的夜阴 来到这个世界 又能够活得多久 那些不良之人 心术不正 常怀邪恶之心 常沉迷于淫欲放纵 繁满胸中 迎邪放荡 邪恶的行为流露于外表 其所作所为 不但导致家产耗损 而且这些事情 还不合法度 违反法律 必遭恶暴 应当追求 奋斗的事 他们 却不愿去做 再有 有的热衷于 交朋节友 参加各种聚会 发动战争 互相攻击 杀戮侵略 以武力 胁迫强夺他人之 将抢夺来的财物 拿回去 取悦妻世儿女 不知疲倦的 循环作乐 被世人憎恨厌恶恶 最终也得到灾患 而深深苦恼 这类恶人 虽当下是人 而已步入恶鬼行列 神明将会借着 他们的恶行 一旦因缘际会 就会堕入三恶道中 受到那 无边无境苦痛的折磨 斩斩于三恶道之中 痛苦不堪言说 了无出气 第四 这娑婆世界的众生 不思行善 却好拨弄是非 言辞粗鄙 说假话 大话 多于奉承 憎恨嫉妒 善人的才德 败坏贤民之人的名声 不相顺父母 不尊重师长 对朋友不讲信义 难得诚实 妄自尊大 以为自己是得道高人 恒情霸道 仗势欺人 想使大众对自己产生敬畏 不知羞残 难可降服教化 教恨傲慢 只因前世所修福德的淫护 才会马上受难 今生今世 作恶多端 前世修来的福德 终究会被消耗殆尽 在他受终之时 所做的各种恶业 拥着他的神石去到明界 他的恶名和做的恶业 都记录在神明那里 这些恶业和罪 牵引着他 使他不能脱身 只好随着前往 进入到浴火汤过之中 身心被摧毁 支离破碎 精神和肉体 都遭受到无极痛苦 到了这个时候 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第五 这娑婆世界的众生 不知努力 总是松懈懒散 不肯行善 也不肯修制身心 从事正当的职业 儿女对父母师长的教诲 智若罗文 爱理不理 二者好像是冤家对头一般 这样的儿女 有不如无 忘恩负义 对父母的恩德 不知回报 有的人放纵自己 游乐散漫 沉迷于酒色 鲁莽无知 专樱恨跋扈 胡作非为 不懂得人情事 不懂得人意礼貌 也不听从他人的劝告 有的人对父母兄妹 亲戚眷属的生活困难 丝毫也不关心 不思报效 父母的养育之恩 不顾及朋友 和老师之间的情谊 言谈举止 没有一点善意可言 不相信诸佛的金言法教 不相信身色因果 善恶有报 妄想害过圣人 离间森众 蒙昧愚痴 反认为自己很聪明 不知身从何处来 死后又往何处去 不知人爱何顺 妄想长生 对慈悲之人的教诲 她却不肯相信 苦口婆心地给她一劝勉 但她却无动于衷 这些人心意闭塞 对善意良言 不能够领悟 在他们寿命将要终结之时 才感到后悔 害怕 有什么用呢 又有什么用呢 天地之间 天 人 阿修罗 恶鬼 畜生 地狱 六道分明 善恶报应 祸福相成 自己的善恶行为 自己承担相应的果报 任何人也无法代替 善人行善事 今生快乐 来生也快乐 今世乐善好施 来生得入富贵人家 今世情修福贵 来世得入贤达人家 恶人行恶事 今世使人痛苦 来世痛苦还将继续 今世吃鱼 来世还得入物吃鱼人家 这其中的道理 只有佛才能知道 佛将这个道理 讲书给人们 开导他们 但却 但却只有很少的人 相信这个道理 并依照佛的说教 去修行 所以生死 生死云回 永无羞耻 堕入三恶道之中的人 络绎不绝 像这样的人 有很多很多 难以拒禁 所以才有三恶道 无量苦恼 让他们辗转其中 生生世世 历经无数节而复得出 难以拒脱 痛苦不堪言说 像这样的五恶 五痛 五烧 好比大火焚烧人生 如果有人能在大火之中 一心致意 关正自己的行为思想 言行一致 所作所为 都是发自内心 且广做各种善事 不做恶事 那他就可以得到解脱 获得行善的福德 得以在无生无灭的灭盘境界中 长生 这就是五大善 佛告诉弥勒 我给你们讲述的 这五恶 五痛 五烧 是辗转 是辗转相生的 如果有人敢于触犯他 那么他必然要经历地狱 畜生 恶鬼 这三恶道中饱受煎熬 或者其人在惊世 被病痛折磨 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让大家都能见到他的这种恶行果报 或者其人在受终之后 堕入三恶道中 忧愁痛苦 酷刑图 自相置口 与他再生之时的冤家债主 共处一地 互相伤害残杀 从细微起成大困惧 这恶报的缘由 都是因为贪财敛物 又不肯不失 只求自身得到快乐 和满足自身的欲望 不顾及行为的对错与否 由失迷贪婪之心所迫使 与人争夺利益 使自己得到重重的回报 所谓的不贵荣华 只是衣食的快乐 不能忍受屈辱 不能行善 不能积德 威风全是不可能长久 磨灭殆尽之时 天道招燃 自会根据其人的所作所为 而堕入恶道之中 从古至今 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真令人痛心啊 你们听到佛的教话 应当仔细地思索其中的道理 各自遵守奉行教法 终身都不要谢难 尊重圣人 敬仰善人 仁慈博爱 寻求嫉妒众生的方法 拔除断灭身死和各种罪恶的根源 应当远离地域 恶鬼 畜生 这三种 窝不苦痛极度的地域 你们行善 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应当端正自己的身心 耳目口鼻 也应自解 身心洁净 便能与善相呼应 不要顺着自己的嗜好欲望 不做一切恶事 语言 面容 应当和颜悦色 自身的行为应当端正 言谈举止 都应当做到不及不躁 沉稳存荣 做事苍角 必将失败 后悔不已 一旦不慎 便会丧失了修行已久的功夫德行 你们要广直得本 切入违反世间一切境界 要能忍受各种侮辱 精进修行 慈心专一 你们在这五浊恶事中 能够持宅守戒一天一夜的话 所积累的功德 就会比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行善百年 所积累的还要多 为什么这样说了 因为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中 已经积累了各种福德善事 无毫发之物 在这个五浊恶事中 修善十天十夜 将胜过他方诸佛净土 修善千年 为什么呢 因为在诸佛的国土中 福德是自然而有的 根本没有造恶的地方 只有我们现在所处的 这个娑婆世界 善少恶多 饮苦食毒 永不停息 我非常同情悲悲 你们的处境 所以才苦心劝勉 教导你们 传授给你们 出离生死苦海的各种金法 希望你们 仔细思量 并依教奉行 不管对方是何种身份 男女性别 各类亲友 你们都要向他们 讲述我所开示的一切 使他们能够互相检查 约束各自的言行 和和顺顺 遵守意义的规定 对儿女 有慈爱之心 对父母 有孝顺之心 这样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一旦违反了金法义理 他们就会立刻悔过 弃恶从善 朝措夕改 他们对佛经戒律的奉持 就如同贫困的人 得到宝物一样 不忍再丢失 改正以往的恶行 修行未来的善 去除了心中的污垢 修正了自己的行为 他自然会感受到 佛的微神之力 使他各种愿望 都能得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佛所到之处 无论是大国中的人民 还是偏僻相议的百姓 都蒙受了他的教诲 从此天下隔顺 没有任何自然灾害发生 风调已顺 灾害不齐 瘟疫不来 国泰民安 也不再爆发战争 因而只要崇尚道德法规 心诗人证 那么在国家之中就不会有盗贼 也不会有各种抱怨之声 以及冤枉之事发生 众生之间则会强不凌辱 各得其所 我悲鸣你 甚于父母对儿女的哀怜之情 我在这个贵土世界中作活 就是想以善功恶 拔除生死之苦 使你等众生过得武德 深入无为无碍的境界之中 我灭坛之后 一切以苦得乐的心法佛道会逐渐泯灭 众生会变得更加狡诈虚伪 重新作恶 五烧五痛将越来越强烈 你们应当将我的话语 教授给众生 做他们的老师 引导他们 并且应当记住 对于佛所讲授的经法 千万不能违反 弥勒菩萨双手合十 说道 世间众生所做的恶物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苦 正如佛所说的一样 实在是太多太多 而佛对他们 仍是怀着慈爱之心 阿弥勒菩萨他们 千方百计都要使他们 渡脱苦海 我们秉承佛的中中教会 不敢为师 释迦牟尼如来 告知阿难 你们如果想见到阿弥陀佛 以及极乐世界中诸位菩萨 阿罗汉等所居住的净土世界的话 应当起立 面向西方 即陷在日落的地方 恭敬行礼 口中称面 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连忙站起身来 面向西方 和掌作礼说道 我现在想见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愿意供养 侍奉阿弥陀佛 众诸善根 正在他琴碗里抬起头的时候 忽然看见了阿弥陀佛 出现在虚空之中 那面容非常广大 相貌端庄威严 像一座黄金山 高高的总立在一切世界之上 阿难又听见十方世界的诸佛如来 都在异口同声的赞叹 阿弥陀佛的种种功德 那赞扬之声连绵不断 阿难见到这种景象说 我现在看到的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 是我从来也不曾见到过的 我也非常愿意能够往生那里 世尊告诉阿难说 极乐世界中的人民 原来都曾经供养侍奉过无量诸佛 福德善根深厚 你如果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就应该一心归一 恭敬瞻仰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如来 话音刚落 阿弥陀佛的手掌中 就放出无量的光明 那光明照亮了一切诸佛世界 十方世界都在那光明中显现出来 因为阿弥陀佛的殊胜光明 极其清静 这苏婆世界中所有的黑山 雪山 金刚山 铁围山等大大小小的山 江 河 丛林 天 人 宫殿等等 一切景象全部都照显出来 就像太阳的光芒普照万物一样 阿弥陀佛的光芒甚至将地狱 奇古 昏昵殿 有一如同黄金一般近光闪耀 阿弥陀佛的光芒就犹如世界末日中的忙忙汪羊一般 天下万物都被淹没其中 烟波浩渺 无边无际 只见到汪洋一片 阿弥陀佛的光芒是如此辉煌 以至于使声闻菩萨的一切光明 都被掩盖了 只有它的光芒光耀无比